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要繼續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那我今天的露營地有客人來喔 來帶大家看一下裡面的人是誰 是彭花 超可愛的彭花 那因為我現在島上沒有元氣少女 所以我今天就要把她給右拐進我的島上 但是我的島上現在已經是滿圓的狀態 我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我對我現在島上的成員都非常喜歡 所以要趕誰走真的讓我很困擾 那我的想法是 我就先把重複個性的角色給挑出來 像我有兩個健身的愛好者 阿一跟阿彪 兩個悠閒系的耳光跟遠仁 還有兩個自戀系的小潤還有福特 那這個名單裡面很明顯的 就是阿彪阿 耳光 遠仁 這三個都是我的心頭肉 所以不可能會換掉 那小潤是所有自戀系動物中我最喜歡的 所以我也想保留下來 所以就只剩下福特跟阿彪 但其實這兩隻也是我很喜歡的動物 不管要誰走我都會很捨不得 但我還是想要讓島上盡量可以八種個性的動物都有 所以今天真的是要忍痛來割捨其中一隻喔 就看彭花會先點名阿彪還是先點名福特了 另外之前我有上傳一個 教大家有效率的洗帳篷居民的影片 那個影片內容其實是比較進階的 因為我是要拍給本來就有在洗帳篷 只是想要更快洗帳篷的人看 所以有一些比較基礎的說明我都省略掉 那有些人可能沒有洗過帳篷 就直接看我那個影片照著做 就會有一些…問題發生 像就有人會問說 帳篷刷到想要的動物了 但那個動物一直點名 另一個他也喜歡的動物要他搬走 那要怎麼辦 那我今天這個影片 我就一邊試著邀請彭花一邊解說囉 那動物來露營地入住的時候 他入住的一整天你都可以邀請他入住 雖然有時候對方會拒絕 但只要跟他多說幾次話 那一天都有機會可以邀請他進來 母親蛋白搖搖杯 現在不太方便了 我現在就開始來試著邀請他進來 好 來 翻來吧 OK 通常他會跟我們玩個小遊戲 那遊戲贏了他就會住進來 不過也會有機率就是不用玩遊戲 他就直接去服務處的情況 這都是隨機發生的 我還是一樣猜方塊 因為你衣服就是方塊啊 輸了也沒關係喔 我們今天一整天都可以一直邀請他 我們就住下來吧 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玩這個遊戲吧 剛才都是黑桃 不行 我就是要拆方塊 我就不相信 唉唷 唉唷 我覺得小遊戲要贏動物好困難喔 他故意穿著方塊的衣服 然後一直抽黑色的牌 太可惡了 不行 我一樣堅決就是方塊賭到底 有了 接著… 是… 抬頭… 這不是… 如果剛好是你想要讓他走的角色 那就沒有問題就直接按確定 那如果名字出來不是你預想的角色的話 那就馬上跳出來 到這個主畫面把遊戲給關了 再重新邀請一次 千萬不要做選擇然後讓對話結束 因為你對話一結束通常 右上角的自動紀錄就會開始跑圈圈了 那等他一旦自動紀錄了呢 你之後不管再邀請幾次 都會是同一隻動物要離開 所以如果剛才已經紀錄的話 不管我再怎麼邀請 他都是要耳光離開 那我當然不可能讓耳光離開啊 耳光這麼可愛 好 那我們再重新邀請一次啦 現在有時候也會邀請失敗喔 但也沒關係就繼續再邀請 現在有時候也會邀請失敗喔 但也沒關係就繼續再邀請 好 我們再來繼續玩遊戲吧 紅色 好 我們再來看這次他要誰走喔 檸檬啊 不可能 趕快翻來嘛 喔 這次不用玩遊戲他就直接去問了 有時候也是會這樣子 不可能 那就住下來吧 我一定會贏的 要猜圖案 好難喔 紅色 喔 還好 拜託拜託 不要再找貓科了 你也太想要阿一走了吧 阿一可是我島上的主角啊 重複的做這件事情 就是洗到… 洗到我們滿意為止 紅色 紅色 不要再阿一了 拜託 石沛亞 不行 不要一直攻擊阿一 不要一直攻擊阿一 阿一是絕對不可能從我島上搬出去的 喔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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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利 奧利也不是 又是史沛亞 又是史沛亞 耳光也被點名三次了 耳光跟阿一 阿一 又是史沛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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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還是其實是服務處搞得對 尼克跟西施惠一直想要搞阿一跟耳光 尼克跟西施惠一直想要搞阿一跟耳光 好 終於他點名了福特 所以只好讓福特走了 配上這個背景音樂突然變得好悲傷喔 好 好的 福特其實 已經冒過兩次泡泡說他想搬走 好 虎花你好 阿 好難過喔 都是這個BGM害的 好的 好的 我來去找一下福特跟他說一下話 我有點難過 應該說非常難過 天啊 你打掃太快 我今天才送他這套墨西哥樂隊裝的 我覺得好適合他 他的配色 我待會兒會開始去我的 一些社群 問一下我的朋友們有沒有人要收留他 他這麼可愛 真是good timing阿 我正好有件事想告訴你 其實我要離開這座島了 謝謝你一直以來的包容 我絕不會忘記和你一起度過的時光 Baby 我才要謝謝你的包容 因為我原本島上的 第六位居民 大家的第六位居民都是 第一個來島上露營地的人 都是自戀系的 然後我的第一個來 來我島上 糟糕我開始語無倫次 話都說不清楚 第一個來我島上的自戀系的角色 就是第六個居民是法蘭克 然後在我找到第十個居民 就是阿一的時候 然後 法蘭克他就說他想要離開島 然後我就讓他走了 所以我的島上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自戀系 然後 就是福特就來了 所以一些自戀系 拿得到的 DIY道具啊還是表情啊 都是福特教我的 而且福特算是所有自戀系的動物裡面 可以排的 排的 就是在我心目中的排行榜 他可以排在前三 前三喜歡的動物了 而且他算是所有企鵝的角色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個 最主要也是因為手遊版有跟他相處過了 好的 好的 我先整理一下心情 吃個晚飯 待會我再繼續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刚刚非常开心 还好我有找到一个朋友 他刚好有空地可以接福特回家 这样子 我之后还可以尝去他的岛去看一下福特 我真的好舍不得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岛上的动物要被接走的话 那个过程大概是怎样 那现在就是我朋友跟福特正在交涉中 那之前有一个bug呢 就是你在邀请动物的时候 像现在已经邀请成功了嘛 那如果你再去跟他讲话第二次 你就会再邀请一次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bug 这个bug就是说动物搬到你岛上了 可是他人没有住进去 那个房子就空在那里 不过这个bug之前已经被修好了 所以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啦 搬走了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